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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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宁墙、镇巴等几个县 见到多个形态迥异的大型坑洞 多年的探险经验告诉他们 这些坑洞危险性极高 在没有提前做好万全准备前 不能贸然下洞 便结束了这次探险之旅 这次发现引起了陕西省地质调查院的注意 地质专家们用了数月时间 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 原来这是由数十个天坑组成的四大天坑群 位于汉中秦巴山区 主要分布在宁墙县禅家延镇 南正区小南海镇 西湘县洛家坝镇 镇巴县三元镇四个区域 总面积达5000余平方千米 它不仅在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一 其中宁墙的禅家延天坑 还被国内外洞穴探险家 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天坑 它是久远的过去时空 赠予地球的一份厚礼 在今天终可探其真容 因受到地球板块 共造运动 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全世界之前发现的天坑 均位于南北纬三十一度之间 而这次发现的汉中天坑群 却分布在北纬三十二度到三十三度之间 这是迄今为止 北半球最北界发现的大型天坑群 这里为何会形成规模庞大的天坑群 北部的秦岭山脉 南部的巴山浅路 和中部的长江支流汉江 形成了两山加一江的特殊地形 这种奇特地貌 是否与规模庞大的天坑群 有某种联系呢 它的发现 能否有助于我们解开 全球地理环境变化 和气候变迁之谜呢 这种奇特地理环境变化 这片田地和一旁不起眼的小土坡 在两千多年前 原是另外一番景象 公元前775年 西州君主周幽王 再次修建指挥塔 立兵过马 视为将军楼练兵场 周幽王 本名姬公生 相传 他的出生 颇为曲折 啊 西洋洋 900年 昇洋 秦史林倩劳 久已干勞 耶 据西文里所描述 西周年间 君主周宣王 命怀有身孕的娘娘苏云庄挂帅出征 率兵讨伐边关叛军 苏云庄精通兵法 又善于布设陷阱 布出几月便大获全胜 因君务操劳动了胎气 在率营里生下了太子姬公生 及后来的周幽王 而苏云庄的率营驻扎地 就在今天的青石关 布设陷阱地 在今天的天心洞 天心洞上有一天桥 因形同草桥 故此地又名草桥关 我们今天要下天心洞 得需要打毛点 什么叫划船 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我们的摄影师是没办法进来的 所以今天就由我们探险队的陈欣老师 给我们进入这次探险过程 给自己一个镜头 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林哥 领队和他老师 这个是杨帆 苍老师 走吧 世间万物都是有生命的 天坑也不例外 在天坑的生命演化中 分为壮年期 成熟期和衰老期 天心洞 则属天坑形成前的阶段 此次考察 从这里开始 是要解开天坑形成的奥秘 水是天坑的第一塑造者 向导介绍 天心洞流经有地下河 那么洞里的水流向了哪儿 中年流水 又是如何像匹刀一样 雕刻这些一年之久的山体呢 马上一套 不用点我手 抓了那个结 近来不到200米 考察队就遇到 两个两米深的断崖 由于双脚在崖壁上 无受力点 身体往后靠 所有人需借助绳索 身体尽量保持平衡 跳下去 可以跳 你来进行办法 不能走远了 这是竹子吧 对 这是竹子 原来这水 通过来的 旁边要是这里多少年能接上 这就给十万年 十万年 最老的天坑是什么 20万年 在石灰岩洞中 自上而下的是石中乳 从下往上生长的是石榫 石中乳和石榫 形成过程是一样的 含有碳酸钙的水分 由洞底凝聚 水分蒸发 留下固态的碳酸钙 不断反复 形成石中乳 水滴不断落到地面 水分反复蒸发 形成石榫 洞内常见的晴天石柱 就是石榫和石中乳 对接后形成的 大约一百年 它们可长高一厘米 长一米就是一万年 头顶原缝 有大量被水冲进来的枯树枝 和只是零星可见的石榫 石中乳 这说明不久前 洞内有很深的水位 这两个手伸一样变 越往里面走 从干洞慢慢溅到了水 这水深得很 那里上船 又船 不知道有多远 一公里 刚才那主任说 有一段 完了那就是干路 干路呢 还得尝尝 可以了吧 现在它是下水的 不知道有多深呢 坐下来吧 放去坐下来啊 到这里前面 对 好 往前放 好 走 走 过不去啊 过不去 过不去要放弃嘛 过不去 过不去要放弃嘛 由于通道过于狭窄 船无法按正常速度前行 短短的一百多米 考察队用了近两个小时 就这样子 到这儿 这个 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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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冲到没有路了 如果要注意 下水 千辛专 出口海拔 出口海拔 大陆 天心专入口海拔 693米 洞内最高处21米 最宽处3.5米 长度 约718米 其中 干洞 约665米 岸核长度 约113米 洞顶有大小四处天眼 洞内可见少量中鲁石 塌坑 断崖和暗河 形成天坑 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就是地下水 天心洞虽属天坑 形成前的早期阶段 但经过深入洞内考察得知 天心洞的地下水 正在向别处迁移 也就是说 它已经失去了 形成天坑的基本条件 在喀斯特地貌类别中 它叫喀斯特天窗 或称地下河天窗 那么天坑是如何形成的 地下河又为何这么重要呢 在解释这个问题前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 形成天坑 除了比较深的地下河水位 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区呢 那这个盐类都是属于碳酸盐盐 它呢是浴水是可融式的这种盐类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区呢 它是具备形成卡斯特地貌的这种地质条件 除了刚才我们看形成卡斯特地貌的这种地质条件之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区域的这种水的条件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镇巴降水量比较大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周边 它的汇水面积 也就是这个小流域面积比较大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年四季 都有全眼对它进行补给 那么具备一个非常好的融式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呢这个区域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洼地 这个地区为什么形不成天坑呢 我们看一下岩层 第一这个地方呢 岩层它是属于典型的倾斜岩层 而形成天坑呢 它需要具备这个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另外一个呢通过这种诧异分化 我们可以判断呢里边是有护层现象 所以从这两个条件判断呢 它不具备形成天坑的这种岩层条件 专家说天坑的形成条件非常复杂 但其中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那就是除了丰沛的地下水 还需要同时具备岩层要平 石灰岩层要厚 区域降水量大 地壳要突起等 当具备了所有条件 天坑的诞生又要经历怎样一个复杂久远的孕育过程呢 在层里结构发育的碳酸盐岩层下 地下河不断流淌 碳酸盐岩因浴水不断被溶食 形成越来越大的地下溶洞 而后地壳如突发板块运动 岩层发生垮塌 垮塌后的物质被水流逐渐带走 余下岩层因剧烈震荡形成很多纵向裂系 在水石的作用下再次发生垮塌 若干年的重复塌陷 地下溶洞终于露出地面 在深度和口径均达到100米以上时形成天坑 天坑的形成分为两种 冲石形和塌陷形 除了重庆五龙的厚平天坑群 为地表水冲石所形成 世界上目前发现的其余天坑均为塌陷形 我们知晓了天坑的形成阶段 需要历经复杂漫长的孕育过程 处于发育阶段的天坑 又具备怎样的生态特征呢 结束第一阶段的探索 考察队驱车前往汉中市宁强县 禅家言地动和天坑 叶三十五 剑武穗过头 法王犹怠点连内三身部 这些着装奇异的舞者 正借助他们世代相传的神秘吟唱 在坑底还原出一场 古老的骑水仪式 枪挪骑水 是枪族人一种古老的祭祀形式 舞人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 表达自古以来 当地枪族人对这片山水的珍视和崇拜 这种姓氏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就形成了 清圣 雨圣 奋山开路 颂圣的这种极石姓氏 就是我们的曲水极石 深幽的洞穴 被世代居住于此的枪族 视为可通达天地的捷径 而这块少有人踏足的秘境 就是被国内外探险家 誉为世界最美天坑的 禅家岩地洞河天坑 它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在被誉为最美的同时 还让枪族世代选择在这里 请神取水呢 咱们现在去的是被很多国内外的探险家 以为世界上最美的天坑 然后咱们下去看看 它美在哪 然后咱们要在下边住三天两夜 所以这个暗无天日的三天两夜 可以体验一下 走吧 禅家岩地洞河天坑 在天坑的生命演化中 属于壮年期 处在这个时期的天坑 又有哪些特征 坑内构造和生态环境 又会具有怎样的特性呢 一同参与考察 辅助我们抗运装备的当地村民 在行进的路上 唱起了他们当地有名的山歌 唱起了他们的山歌 半天下雨嘛哟哟 半天晴了哟哟 下面人爱的嘛哟哟 没有晴生了哟哟 北家子在我们当地的历史有了已久了 大概在明万里年间 我们宁强周知都有记载 他作为弄诗篇的一种运输工具 北家子在庆巴山区广泛云涌 踏坡的时候 丁沃子把头头一撑 一样三个一长 把清怀一说 然后修飘了 又开始走下一程路 她在那里 还在一场沙本 谁滚下去了 没错 就跟我们一路的 滚下去了 他爬了一下 现在我们的碑公 从山米多的地图摔下来 我们现在得过去看一下 那赶紧走吧 慢点 慢点 别着急 别着急 慢慢站 咬整腾 很腾是吧 咬整腾 我继续还要再往下查 查一下给推 腾的话你就要这样 没有 太腾了 好 你先调一下 稍微调一下 还有一个塔子 塔子拿过来 1 2 3 按回来 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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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了吧 这个脚是可以梳立的 你发现柴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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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被掌握 不是 后面再干一个了 来 咱们的东西 咱们收拾东西 顺利完成 前面路比较早 大家要注意 刀手的时候一定要抓活树 往树根底下抓 最后有个树木桥 那让我过的时候要注意 过了树木桥以后 咱们有一段下降 从现在的树木桥来看 这条路应该是可以行的树 还有多深 从肉眼观察 现在的深度来说的话 还有个大概50米左右 前方正在寻找下降的地方 过程中 考察队遭遇迷路 紧急救援 树人滑坡落水和擦伤 幸运的是 大家都没有大碍 那位低落摔伤的悲宫 送往医院进行了检查 只是软组织受伤 没有生命危险 四个小时后 到达禅家延天坑坑底 通过无人机拍摄观察 查家延地动核天坑 宛若一个巨大的脚印 树木无限延伸 与地动核天坑 与地坪线相连 令人望而生畏 我们即将踏入这片 几乎无人涉足的洞穴深处 不知道接下来等待我们的 将会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